台湾Online 这个我们就要理性的面对了 今年综合所的税跟往年有什么不同 也许您已经收到了税额试算单 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现在是网络时代 报税也可以使用网络吗 而因应东部地区特殊的环境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 还特别推出行动服务列车 到泰鲁格国家公园里面的天祥地区 为当地的原住民朋友服务 针对这个议题 我们邀请到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 分局长黄慧英分局长 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分局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请分局长来为我们解析 今年综合所得税的申报 跟去年有什么不同 那首先第一个不一样 就是这个大概就是 今年的免税额跟课税急剧 金额都有提高 那去年 去年的那个免税额一个人是八万五 今年调高到八万八千元 那当然年满七十岁的纳税人 还有配偶跟受育养亲属 那仔细亲属的部分 那当然是一点五倍 那第二个说今年非常的特殊 那税者权利保护法在106年的12月28号 施行适用 那这个纳保法有定一个基本生活所需费用 不需要缴税 就是不克税 那闲政院主计总处 今年公布了106年的基本生活所需费用是 每一个人是16万6千元 我们国家的综合所得税是采加户制 那今年第三点还要新增一个爱心房东 每个月的租金收入 只要1万块元以下呢 是免纳所得税 那第四部分呢 就是说今年还有增加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跟纳保法有关的 也就是综合所得税的声明事项表 那这个事项表在我们报税系统里面 是会跳出来 那当然如果你写了这个声明事项表 那以后呢 基增机关 我们如果以后针对这个申报要补增税款 我们就是加征15%的自纳金跟利息 就不得再作为租税的处罚 那这也是一个对纳税人保护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那另外最后一点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执行业务者 或者私人 办你的补习班幼儿园养护 整整的这样的一个其他所得的 既有这样的身份 这个那个影响的声明书 那我们在106年 整个这样的一个费用率 是可以增加增加一个百分点 是谢谢分局长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税额试算 那请问分局长什么是税额试算 什么样的纳税人符合这个条件 那以今年来说 全国会有多少人已经适用这个税额试算呢 税额试算 它基本上是一个租税的服务 就等于是将我们收集到的 每一个纳税人的这个收入资料 或者扣除的资料 我们收集来就做一个汇整跟计算 预计我们收集的资料 就帮这个纳税人已经算好了 这个申报年度应该缴多少税 或者退多少税 甚至不补退 那这样一个机制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税额试算 基本上它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申报的上年度 是已经要符合这个试算的条件 我们北区国税就有148万8502件 那在整个全国的税额试算 已经达到38%的占比 所以我们北区是一个很 件数很大 一个很忙碌的一个国 那原则上税额试算 就才是我们 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来做一个服务 那当然假设以后 有发现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收集不到的 那当然也要并到 那个里面来合客 会去追讨吗 就是所谓的追讨 这应该是本来就是纳税 应该缴 做一个补征 基本上 这个税额的试算 我们要如何申报 比如说我可能收到是 我要必须缴税 那我可能看到的是 哎呦我也退税 或者是说他不缴不退的话 那我们要如何来申报 那我这边来说一下 因为税额试算 基本上是服务 那也是 我刚刚有提到说 这是 以无 以无就是 那个国税局 收集到纳税员的资料 那所以我们收到一个税额试算 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你先自己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说 你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对 因为有些所得 是纳税员自己最清楚 你看一看 觉得没有问题了 那我觉得也愿意 享受这样一个国税局 很好的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三个面向来说明 那第一个 假设你是纳税员在106天 你是一个缴税案件 也就是说你今年是非常不错的 你有赚钱 要缴税 好 那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今天收到我们寄发的这个税额试算 你是缴税的 就是很简单 这时候我们都有一张缴款书 拿了缴税就完成申报了 就缴完了就完成申报 根本不用去国税局 好 那第二个是 那退税的 他这时候因为 我们这个退税款 会将来就会 会拨到这个 纳税员指定的账户去 那这时候要给我们做一个回复 就说你试用这样 那第三种状况是说 有一种状况是 我们试算是 你不用缴税 也不用退税 那这个就要跟退税 跟我们做一个确认 现在是网络时代 我们报税也可以使用网络 那今年北区国税局 有推出什么样的方案 可以让纳税人 多使用网络报税呢 我们北区国税局 是好康三重 第一重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自然能凭证 金融凭证 或者健保卡加密码 完成这个网络申报 或者你是使用税额试算 来做一个确认呢 那这个第一重的 可以摸柴 就系统的自己摸柴 那我们北区国税局 是有280名的 这个中奖人 第一特奖是5万块的 商品礼券 那这个大概是 破历年的记录 那第二重 那如果你的缴税方式 用行动支付来缴税 那这时候你可以 同时拥有 刚刚第一重的抽奖 还有现在的第二重的抽奖 那这个中奖机会就double了 那投奖呢 也是商品礼券5万块 好那第三重也就是说 如果你就捐一张 云端发票 一张就好了 那这时候整个申报的 前2万名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可以再送 100块的电子礼券一张 是那刚刚分剧长也谈到 就说我们可以用行动支付 所以行动支付我们要如何使用呢 那行动支付 就是我们目前推出的 大概就是有 等于是要有10家 因为我们在用行动 首先要下载这个APP 那目前可以缴税的APP 我们大概分两部分来说 一部分就是说 行动网络银行的部分 那这个行动网银的APP 目前有第一银行 赵峰银跟华银 何库 中小庆 张银跟土银 这家 这个七家的行动 网络银行APP 你就是可以去下载 我们今天谈的是 有关于综合所得税的议题 我们访问的是 北区国税局 花联分局分局长 黄慧英分局长 我们谈到东部地区 真的是比较特别 那么在东部地区 花联分局是不是有因应一些 跟其他分局不一样的 一些相关的措施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纳税员到我们的 北区国花联分局来 他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等待 所以这今年我们的重点 那因此我们在整个 演练的过程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采取一个 是分流的作业模式 因此我们今年在一楼 我们有设一个 税额四算的快速专区 每个纳税员在 大概花的时间 可能就两到三分钟 好那如果有一些 你是没有协议到税额四算 甚至你不适用 那当然就是还是 回到我们的六楼去 那这时候我们还是 有做两个区隔 第一个说 如果说我们一楼 他当时是没有弄清楚的 或者他突然记起来说 我也是可以符合 所以我们再帮他查询 也是做一个快速的分割 那因此我们今年申报 5月1号应该是人最多的 那我们人非常的多 那天我们是服务的人数很多 可是几乎很快速 那因此从5月1号申报以来 我们很多纳税员走了 都还跟我们讲 说今年真的好快 非常的快 那感觉服务很好 因为纳税员没有等到 就感觉是我们给他 一个很好的服务 那其实我们 花的时间不止这样 因为我们觉得说 让纳税员少等待 除了这种我们的 有一个那个得来数 我们车道就收件专区 那今年我们看来 很多人使用 甚至走路的 骑脚踏车的 机车的 开车的 就在得来数 就已经完成申报了 那这个都对动线 都其实都有 有一个很疏解的一个作用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考虑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花莲地区 有些人是比较偏远 像我们的秀林乡 那其实来一趟不容易 那秀林乡 它其实我们当然是推网路申报 可是有些它基本上 先天上有些限制 可能家里没电脑 所以我们今年 我们也是跟那个天翔的 那个精英酒店 有做一个合作 那精英酒店觉得 这是一个回馈 他非常的乐意 那因此他也提供了 一个会议室 我们就是 在5月11号那一天 我们在那个地方 全天候的为 等于是秀林乡的 所有的纳税员来服务 那当地还有一个 那个娱乐中心 就是那个救国团的亲人活动 大家他们也都知道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导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动线流畅 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说 其实花莲 我们也知道 它其实有很多 是有很多族群 很多种族的族群 那样子我们 其实在申报之前 我们有做一个 就询问 也就是去做一个房子 我们发现说 有很多我们的 援助民族的 相亲好朋友 其实它有些需要 就是说 比方 那个法律辅助 所以我们今年 报税 在我们的六楼 又结合法律辅助 还结了一个 就是母乙的一个志工 那在申报之 也可以做一个 能够对他有益的辅助 那当然我们 还有一个 跟偶童之家 也做一个合作 我们在 报税的最后一周 你要 只要捐三张的发票 那当然就是 那个 那个偶童之家 送一个他们手边的东西 那我们把这个 那个 发票就回 就是到时候 就捐给这个 这个偶童之家 也让我们的 纳税人的爱心 能够得到一个传播 那这以上 我们就是在 华联分局做一个 我们认为是 比较贴心的一个服务 是以上说明 虽然说 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不过主管机关 能够多多的 为纳税义务人 去思考 提供贴心的服务 彼此之间 有良好的互动 减少民怨 这也是公部门 能够做的 很好的功课 今天非常谢谢 北区国税局 花联分局 分局长黄卫英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东台湾Online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陈秀卿 下次再会